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 如果是没有打过疫苗的猫咪 就得怀疑传病的可能性 比如包温病毒 包温通常在云朵上主要表现的症状有 高烧和消化道等症状 其次 猫咪体温发烧还帮有腹部膨大的现象 就得考虑包穿性抚摸炎的可能性 包穿性抚摸炎的症状主要分为肝性和湿性 一旦得到确诊 就得立马去送往手为医院注意 综合上属情况 如果发现猫咪体温发烧 一定要及时带到宠美医院进行检查 以免耽误病情